Hobo 大家好,我是大家小朋友 大家好,那麼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這次 神劍大獎抽取建議的分析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按讚這部影片的話 覺得各位都能夠一抽入魂抽到自己想要抽的卡片 那首先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次的合作加倍,一共有兩波 第一波從 4 月 4 號到 4 月 6 號 下一波從 4 月 19 號到 4 月 21 號 大家如果說要抽這次的合作大獎,記得把握時間 首先,我認為這次如果你有 375 顆石頭以上在考慮抽 不然一律建議省石頭 那如果說你真的很手癢,想要抽的話 等大獎加倍,少少抽個10抽 20抽 把齋藤1給拚出來就行了 那如果你不小心歪到左支柱 也能夠透過商店去二獎兌換成齋藤1 那如果說你錢夠一點的話 我建議你這個卡池最大的CP值抽法 就是抽到一張劍心,一張齋藤1 其實就很完美了 除非你今天是追求想要解成就的玩家的話 那可能要抽到兩張劍心,一張進化成拔刀齋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追求一個懶人速刷的 刷一些工會任務啦 刷一些討伐戰的話 那其實抽到齋藤1就很夠用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非常喜歡玩奇怪隊伍的玩家 並且對自己轉租相當有自信 而且你的隊伍的牛棚也蠻大的話 建議你抽到一張劍心的話 就可以直接進化成拔刀齋了 那如果今天只是想要在這個卡池中 撈到一些好用的隊員的話 建議抽到劍心跟齋藤1 還有前解栽藤1就行了 如果你今天想要追求一個真的無腦隊長的話 我覺得這次的合作並沒有辦法符合 因為這次的大獎 我認為比較傾向於解成就用的一些卡片 那麼這次合作卡片強度可以撐多久呢? 樂觀的來說大概可以撐至少半年啦 那如果說你是單純只拿他們來解成就的話 所以到年底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以人類隊長來說的話 其實會淘汰的非常快 那為什麼我們沒辦法確定這個系列可以活很久呢? 原因就在於這個系列有一些 讓我玩起來真的不是很舒服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 主要這個系列太靠開技能來維持強度了 本的劍心要開技能才能維持他的生存上限 把刀齋 進場沒有什麼傷害的時候 都是得靠他的主動技能來去撐起整隊的傷害 那現在的環境是 敵人甚至還有那種你開技能會直接扣你血的相關設計 所以在現今這麼多G8盾的環境下 我覺得這種很靠技能的隊伍 可能就沒有那麼樂觀了 並且這隊在遊玩體驗上面 也有一些不是讓你很舒服的地方 比如說原本的劍心 每回合轉珠完要切個草席 直接拖慢你的通關節奏 拔刀在轉珠 更是要自己去計那個8秒的轉珠 而且不開技能就沒傷害 再來 如果你開了他的技能的話 他還有給敵人一個直傷 那就會卡一下 讓你的通關也不是這麼舒服 當然以上提到這些缺點都不是致命傷 只是會讓你玩起來覺得 好像真的沒有那麼舒服 並且我認為現在的神魔環境 是卡片的太幻率很高 大家想一下 最近是不是大家都在用那個合作期間 加成分數的卡片去做遊玩 我們舉個例子 新年黑金他強嗎? 他當然很強 可是從新年到現在 你真正用過新年黑金去打關卡有幾次 在我印象中大部分期間我都用這種 合作期間相關的限定卡 平均刷關卡 雖然說新年黑金很強 但是我也不會很常用到 這個神劍系列 原本就沒有做得這麼強勢了 那如果合作結束之後 真正會用他的到底有多少人呢? 這邊我們先劃三個問號 接著調到這次的小獎 我認為這次小獎在其他非合作隊伍 打工的機會可以說是相當的渺茫 因為這次的小獎基本上解斷能力並沒有多獨特 那如果你有玩合作的話 那建議你可以先練個勳跟會喔 那尤其是會 他有這個解碎裂跟中毒 都是這次大獎沒有的內建解斷能力 還是可以練個勳 他會每回合幫你轉出右半邊這個庫版 這庫版就可以搭配大獎的庫版 去讓這個結板更加的靈活 再來有能力再把剩下兩個小獎都練起來就行了 那其實這四張都有可以替代的一些功能卡 所以也不是非練不可 那麼如果你抽到多的複製人怎麼練呢? 先聲明我認為這次的合作 各一張就真的很夠了 你抽到原本的型態的劍心 跟原本型態的栽藤影 我覺得已經很棒 那如果說你要再多練淺解的兩張 就是多加分 那如果說你有能力 或者是不小心抽到複製人的 其實四個型態各一張是最棒的 那如果你抽到三張大獎的話 會建議可以淨化兩張拔刀斋 那留原本 栽藤影型態兩張 那如果你有抽到四張大獎的話 那就是每個型態各兩張 那當然最有的配置就是 拔刀斋可以多一點複製人是越好的 栽藤影越多複製人是越好的 因為栽藤影跟拔刀斋 都擁有隊伍 倍率倍化的一個特性喔 那麼左支柱其實一張就夠了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個最高血量的合作配置的話 最多可能就額外再多練三張就很夠了 再多其實沒有什麼意義了 最後跟大家介紹這次大獎鐵解所需的素材 人之魂寵怎麼獲得 有兩個免費的方式 第一個可以透過公會去免費獲得 那這個是沒有期限的 所以就算今天合作結束 你也可以在之後一直去刷到這個人之魂寵 第二個可以透過指定的活動 也會免費送你人之魂寵 再來這一次合作商店裡面 也擁有免費的人之魂寵 最後如果你想要再多的話 就可以課禮包 但是我覺得不用課啦 因為免費的活動就拿到一大堆了喔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祝各位有按這部影片喜歡的朋友 都可以一抽入魂 抽到自己想要抽的大獎 也不要按下你的對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就會接收第一手的合作情報消息 最後如果你有IG的話 不要忘了在IG上面追蹤我 我會在上面PO一些我的個人生活照 那我是否則看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雷蛇的椅子 沒錯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款雷蛇的全新電競椅子 你們看起來超帥的 這個椅子看起來就是超級好做有沒有 首先它是世界首創可以調腰部支撐的系統 大家有看到這個嗎 就這個啦 它這個東西很屌喔 它這個直接轉起來 那東西會變凸的你知道嗎 你的腰直接就 後面就直接被這個東西靠住了 這有多舒服 大家其實現在自己拿一個枕頭 在自己的腰這邊墊著 就一樣意思 而且重點是 它這個比枕頭更舒服的 可是它這個正可以調 根據你的腰的幅度去調這個角度 這是世界首創可調 是6D腰部支撐耶 這個電競椅真的是超規格 各位 可以根據你完美貼合脊椎的自然曲線 讓每個人找到屬於自己的最爽作姿 然後它還可以製調座椅 可侵寫度達到152度 可以直播睡覺 原地開睡覺台耶 有電競有這麼舒服的嗎 各位 這個電競還有一些小細節喔 他這個手把也是很屌啊 可以上下前後左右 調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他還有這個1PU等級的合成皮革 哎呦這個摸起來就超舒服 而且他們很細節耶 他們還有做這個蛇皮的感覺有沒有 一整個很雷蛇耶 哈哈哈哈 然後還有這個記憶棉枕頭 真心講好不好 今天就算沒有工商 這個枕頭也是我目前躺過最舒服的枕頭了 這個是超軟的 他是記憶棉枕頭 我們躺下去 我跟你講真的不誇張 我今天直接開睡覺台 舒服到不想講話了各位 這個真的是細節滿滿的新時代電競椅耶 這個是連專業醫生都躺過的電競椅哦 就是直接跟你推薦 這邊上最優質的電競椅 我強烈推薦給所有玩家 這個醫生是一個電競物理治療師 同時具有八年的職業電競戰隊合作之力的 美國物理治療劑骨科醫師耶 所以你再也不用怕這個 長時間久坐 會不舒服了 並且雷蛇電競椅有分為三大系列 如果你想要最妥善支撐身體的意志 請選擇 Racer Isker V2 如果你希望能夠找到整天作者不疲憊 可以選擇 Racer Enki 如果你想要找到最優質的透氣網眼電競椅 可以選擇 Racer Fujin Fujinpo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款新的雷蛇椅子的話 不用了 可以點下我們聊天室的字頂留言 以及下面的說明欄 都可以找到我們的連結 跟大家講一個好康 在4月1號到4月30號 如果說你輸入指定的優惠碼 HAZERDIK2 就可以享有500塊的極致優惠 如果說是有想要購買的朋友 記得在限時內趕緊的來購買一下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